嘀嘀咕咕再讲了一路 凤九一脸无语 回到住处后 东华依旧那个样子 凤九坐下来说 好了 我和他都不知道多久没见了 那么友好的抱一下而已 我天天见着你 你也不老抱着我吗 东华堆着嘴道 我不管 反正我吃醋了 趴在桌子笑得要断气 也不知道缓了多久 才亲亲他的脸颊道 你看嘛 我又没亲他 说完又亲了亲东华的嘴巴 东华撇了凤九一眼道 哼 你保证啊 不会有下一次的 凤九狠狠地点头 十夜 凤九同东华在反应谷逛了一大圈 见到最让凤九介意的 是那位身穿白衣 戴着面纱的乐师 凤九盘腿在床上 一脸不开心 东华换好了衣服 坐在床上 柔声道 怎么了 凤九眼中满是怒火地看着东华道 不解释一下吗 东华作美 解释什么 凤九好像更气了 那个乐师 怎么我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访问您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解除这个婚约 东华才迷迷糊糊地恍然大悟道 吉衡 啊 不是的 小白 你绝对地信我 我来不是因为她的 凤九嘟嘴 你最好和我说 下房回来后 是不是天天来反应骨 东华一脸诚恳道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她是姬猴 你可以问别人 或者这里的女君 往常来 一直是因为灼熄 凤九若不是看在东华这样的大男人 那么诚恳的解释 才母性泛滥地心软了下来 挑眉小声说了句 好吧 那你保证保证距离 东华点头道 一定 那早点睡吧 第二天 凤九醒来 依旧是在东华的怀里 拿起了东华的一小把银发 乐呵呵地给她编了麻花辫 东华迷迷糊糊睁开眼 看见凤九开心地编着她的头发 东华也顺势拿起她 乌黑浓密的长发 也编了起来 凤九看她熟练 既有生疏的手法 不由得感觉好笑 东华道 我要去上茶医课 怎么样 夫人要不要去呢 凤九道 好吧 本女君就免为其难道跑个场吧 说冻就冻 东凤二人吃了早膳 就去到了水月潭中心 本来还是开心得很 谁知就见到了鸡横 也去上了东华的茶医课 她那么一起 才被哄好的一碗的凤九又醋 但是唯一让凤九感到好些的则是 东华是真的对鸡横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在水月潭的远方处 撕心河下 两具水晶棺闪着微弱的光 是姐妹心心相应 还是恐惧她与她的回来 菊诺在这个早上 左眼皮跳了好几下 心也莫名的慌 连早朝都漫不经心 下来朝 吉诺看向她母亲的住处 喃喃道 她若回来 我会如何 她若回来 我又该如何面对 另一边 东华声音不大地悠悠道 饮茶之道 精髓在主 主有三匪 虚观虚闻 废有余目 生微 一废也 边缘如群友 生戒盛 二废也 波腾浪鼓 三废也 生如红中 就在她啰里啰嗦之时 吉恒一直蹙眉 看着凤酒 凤酒听到 东华那平稳 且声音不大的声线 却颇有了些困意 吉恒后头 坐着的厌池物 拿起开水壶道 喝个茶都那么多废话 还不如老子来的爽快 说完拿起水壶 喝了口 喝完顿角舌头 被虎烧过一遍 他张开了嘴 手扇了扇自个儿 这一闹惹得学徒 一场哄笑 就这样 凤酒昏昏地 睡了一节课 下雪后 东华抱紧了凤酒 朝他们的住处走去 这一举动 惹得学徒一阵酸 特别就是那个吉恒 厌池物约吉恒 吉恒 晚些我们去逛逛吧 吉恒摇摇头 改日吧 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厌池物还喊了他一声 最后失落地回去了 凤酒躺在床上 手却抱着东华的腰 还时不时 嘴里不知念叨着什么 不久后 凤酒迷迷糊糊地睁了睁眼 瞥了眼旁边 谁知自己搂住了东华 虽说二人已表心意 可是凤酒的本能 还是整个人谈起来 他几乎地喊了声 随后整个人扑上去 揉捏着他的脸嘟呐道 账物便宜那么好玩吗 东华稍微一条说 当然好 再说了 还是你自个儿粘上来的 稍微一副茶医很无聊吗 让夫人您直接睡着了 凤酒闷哼大了句 还说不无聊 满嘴讲着佛语 你让我怎么不小睡 东华敲了他的脑门道 是你听了佛语犯困 也不能赖我头上 凤酒闷了句 什么嘛 然后下来床 淋了你自个儿的头发说 本女君大度 所以 为了弥补本女君 给你个选择 说完眼睛发亮般 蹲在他身边 带我去玩 东华放下佛经 脸上是意味深长地说 夫人想去哪里 凤酒坏笑着说 陪我认识认识 这谷里的人 我好想知道 为什么这儿的天气 如此奇特啊 东华又双眉一条 然后又看向了 手中的佛经 悠悠道了句 夫人自个儿去吧 凤酒嘟着嘴 瞪着东华道 我生气了 谁知 东华只是说了句 哦 刚好凤酒手中 抱着个枕头 凤酒用力地 扔向了东华 也悠悠说了句 今晚 你去水几横的厢房 现在 立刻 马上就去 东华求生欲 还是时时刻刻在线的 丢下了佛经 起身 优雅地理了理衣服 立马领上 方才心不在焉的样子 换成了认认真真 东华说 走 为夫大夫人逛过丸银骨 凤酒双手抱住手肘道 走啊 我送你去几横那儿啊 东华莫名觉得 这个时候只能用深情 来解决这件 自己搞的好事了 东华一把 把他搂入怀里 吻上了他的唇 凤酒抵着他的胸膛 可是呢 身子是和嘴上说的 极其不同 身子可诚实呢 说着狠话 赶着东华走 却慢慢搂住他的腰 身子像无力几般 塌在他身前 也是许久 凤酒的理智才回来点 他轻推开东华 红着脸说 你疼不疼我去玩 你不是不喜人生 嘈杂的地方吗 那你就到此陪我走走咯 东华把他碎发 憋在耳后说 也不是的 夫人在就好了嘛 凤酒娇羞地 低下了头 道了句 就知道红我 快走啦 东华被凤酒 拉着出去时说 不红你 红谁呢 凤酒看着他说 红就红去啊 东华松开他的手 凤酒皱眉看向他 刚想问干嘛 东华在他身后 把脑袋放进他肩窝 伸手缓住了他的腰 凤酒被他的喘息气呼得痒 条件反式一般 缩了缩尖头 东华比凤酒 高出了快一个头 这么摘下去 实在是 凤酒手抓住他的手 说 干嘛呀 大男人就这样啊 不是大男人 是夫人的夫君 东华把他拢了更紧了些 凤酒满脸甜蜜的笑容 走着走着 时不时蹭蹭东华 走得快到水月潭 凤酒在潭水中 看见东华闭着眼睛 好像很舒服 但是转头时 看见他弯着腰 凤酒看他 好像站着都不太舒服 便温柔嘴口似的说 你站好了吗 弯着腰不累啊 东华慵懒的说 在夫人这靠着 舒服多了 凤酒拍拍他的手说 快点站好 我也要靠着 然后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凤酒便向整个 贴在了东华身旁 而东华搂住他的腰 就那么一小会儿 凤酒便离东华远了些 蹲下身 滚了个小雪球 会笑着 趁东华闭上眼 朝向阳光闭眼时 凤酒狐狸眼一眯 用了些力道 朝东华扔了过去 给你喝点个小雪球 地冷却